如果MacBook被偷了,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三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找回被偷的MacBook 如果你的电脑不幸被人家拿去 或者是找不回的话 通过这些小动作 能够大大的提高被找回来的机会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同学我打一个小广告 三号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对这个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生号TV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就是申请一个Apple ID 只要你一开始设置你的iPad、iPhone 或者是MacBook的时候 你就能够申请的Apple ID 这个Apple ID就是用你的email来申请的 当你有这个Apple ID过后 你就可以进入iCloud 第二个,开启Four My Mac 或者是Four My iPhone的这个程序 首先先点击左上角的Mac logo 然后选择System Preferences 然后点选iCloud 这里呢,我们需要开启Four My Mac Unlock 第三,就是打开Location Service 同样的,在System Preferences 我们再点选Security and Privacy 然后在Location Service这里 我们打开这个锁头 然后再点选Enable Location Service 这些准备呢,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而做的 这里我就完全只是用MacBook来做Example 其实是跟iPhone、iPad是一样的原理 所以是先想,如果你的MacBook真的有天给他拿去了 通过以上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MacBook 第一个方法就是先登录iCloud 然后点选Four My iPhone 来找到你的MacBook 最近的所在地 登录iCloud过后,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界面 然后点击Four My iPhone 成功登录过后,你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All device 点击它过后呢,就可以看到你所有的device 只要是用iCloud login的device就会在这边出现 然后在下面你可以看不同的版本的地图 第二个,但如果你发现到你的MacBook是很靠近你的时候 你可以Play a Sound 就可以更加确定它是在哪里 这个青色点呢,就是代表你的device的所在地点 点击它 点击这个i 而当有人手动关掉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一个email 当你已经很确定你已经找不到你的MacBook iPhone或者是iPad的时候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做这些动作 Lock 就会把你的电脑锁起来 需要有特定的Password才可以打开 Erase Mac的话就是把你MacBook的所有资料删除掉 这里有两个东西需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Detect Location Play a Sound 或者是Erase Device 这几个功能就有你的电脑锁起来 在关系着Internet的时候才可以执行 第二,当你Lock着你的iPhone、iPad或者是MacBook的时候 你就执行不了删除这个动作 当你已经做了删除了这个动作过后 你就侦测不到你的电脑锁起来 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资料删除了 就是先联络苹果官方 让他们知道你的iPhone、iPad或者是MacBook已经被偷了 那么他们就会帮你留意 因为有可能会有人把你的iPhone、iPad或者是MacBook 拿去Service Center来修 当然这一个人并不一定是那个小偷 很可能是小偷转让给了另外一个人 最后我还是要补充的就是 以上的方法并不一定会拿回你的电脑 不过至少可以提高那个拿回的几率 而且也不会让这些坏人这么方便就可以使用你的东西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Apps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